画面上可以看到南港分局多名远警大街上狂追黑衣男 原来这名23岁的苏西男子骑着没有后照镜的机车 在南港车站前引起巡逻远警注意 经过蓝查发现他竟然是与其拘留的越级移工 而且在上号过程中竟然突然反抗汽车脱逃 所幸最后还是被警方在市民大道顺利压制逮捕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远警 今早于勤务中发现一名机车未装后照镜可遗男子 经查为于其拘留越南籍人士 与警方欲将其待反锁过程中反抗脱逃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 成功合力将苏南压制逮捕 并依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 移送台北市专情对侦办 南港分局呼吁市民如发现有违法行为 应立即拨打110报案 共同维护社会治安 据了解苏西男子来台工作没多久就失联 逃逸时间将近十个月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 移送台北专情对进一步调查处理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